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26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國家衛健委12月25日宣布 即日起不再發布每日疫情信息 改由中國疾控中心發布 供參考和研究用 荷蘭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艾根拉姆發推文說 中國就這樣讓新冠從統計領域消失了 不過艾根拉姆的另一則推文曝光 在現實領域 新冠仍在中國示弱 艾根拉姆23日發推文透露 自己到朝陽醫院 北京第三醫院的急診室探訪 見到兩家醫院都人滿為患 平均每日有500至700名急診患者 急診室病床爆滿 有人甚至說 一夜之間就眼見十幾人在急診室 殺手人還 現場都是哭聲 有患者家屬告訴艾根拉姆 由於救護車忙不過來 必須等4至6小時才有車 另外由於染疫的人不能捐血 北京血腐O型血告急 艾根拉姆聽到有醫生說給一名老婆婆的家屬知道 婆婆需要氧氣 但醫院已經沒有足夠插座 家屬必須自己想辦法買到 便攜式氧氣機 艾根拉姆正在準備離開中國 所以打算將手頭的應急藥物寄給胡里茲加 但因為這類藥物極為短缺 為避免被中途攔截 還要將這些藥包裝在茶葉盒和咖啡罐中 再去郵寄 在這一波來勢洶洶的疫情中 清華大學因為連續發複告 成為關注焦點 有學者和觀察人士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分析說 對中共來說 清華大學不僅是高等學府 在中共1949年建政後 清華是第一個被中共掌控的大學 其實清華大學的第一個中共黨支部 早在1926年11月就成立了 中共黨灰毛疾東為抗衡美國 發起的兩彈一聲項目中 清華也起了主要作用 原中國科學院院薛陽師 12月24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對大學的控制非常嚴 可以說僅次於軍隊和警察 各級都設立黨組織 中共就是搞學生運動起家的 中共也知道 教授對學生的影響 遠比黨支部書記的影響大 所以中共對教授的控制也特別嚴 中國的教育系統在中共的控制下 僅跟著中共的政治形勢 嚴密配合中共的行動 例如打壓法輪功 大中小學都參與 中國的大學絕對是中共的天下 表面上大學是培養學生的 但歸根結底 是要給中共培養所謂的 又紅又專的人 其中紅只與中共一條心 專只有專業技能 同時 清華大學也是中南海高官的重要發源地 中共官媒曾稱 在中國政壇 還未有一間大學 能像清華大學一樣影響高層政治 時評人李燕銘說 清華大學與中共政權統治體系緊密交織 出自清華大學的中共數十名正國級、副國級高官 以及為數眾多的省部級高官 在中共官僚體系中舉足輕重 李燕銘說 在中共前黨灰光澤民死後 疫情又重創孕育中國的北京大學 和中南海高官發源地清華大學 敏感事件連環發生 對出身清華大學的習近平有警示意味 添滅中共在職 習近平如果再不抓住 最後一絲機會主動拋棄中共 難逃陪葬中共的命運 12月25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向全國播出的電視專訪當中 一邊宣稱 如果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外國者防空導彈系統 俄羅斯百分之百會摧毀他們 一邊表示做好和談準備 似乎同時釋放一手軟一手硬的信號 中俠塔斯社發生社報導 普京在接受國營電視台俄羅斯一時指稱 當前這一切的核心都是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的政策 目的在於撕裂歷史上的俄國 而莫斯科的目標就是團結俄羅斯人民 報導指出 普京用歷史上的俄羅斯這個詞 意思是暗指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同一個民族 這也是普京圍入侵烏克蘭提出的藉口 普京還在採訪表示 準備好與參與這件事的各方勢力達成一份協議 但這個取決於他們 是他們拒絕談判不是我們 但在表示願意和談的同時 俄羅斯軍隊仍是烏克蘭狂轟亂窄 而且在21日的俄羅斯年終軍事會議上 國防部長邵伊古宣布 準備將俄國兵力擴充至150萬人 普京就表示 俄軍將第一次開始部署 可搭載核彈頭的 薩爾瑪特州制彈道導彈 同高石極音速巡弈導彈 薩爾瑪特導彈足以摧毀法國大小的面積 另外在25日當日 白羅斯國防部宣布 俄羅斯部署在白羅斯的 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系統 和S400防空系統已經準備就緒 伊斯坎德爾導彈可以攜帶核彈頭 射程500公里 打擊範圍可以深入白羅斯的輪郭 包括烏克蘭和北約成員國波蘭 中共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宣布 12月25日在台灣附近進行軍事演習 中華民國國防部當晚作出回應 發生社報導說 23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 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授權未來5年提供台灣100億美元軍援 並要求加速處理台灣軍購請求 法案呼籲美台聯合軍演 及邀請台灣參與2024年環泰軍演 中共因此已在台灣周圍軍演作出回應 不過施毅並沒有具體說明這次軍演出動的飛機數量 及演習的確切位置 中華民國國防部25日晚發新聞稿表示 中共所作所為 再次突顯其以武力解決分歧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心態 國軍運用聯合情監禁手段 串判掌握相關動態 並根據守中線、守領海、守主權原則 派遣兵力適時、適切應對 國防部還強調 中共相關武嚇舉動 明顯以威懾國人心理為目標 無助其國際形象 國軍絕對有決心、有能力、有信心捍衛國家主權 確保國防安全 受韓流影響 韓國首爾的漢江今年冬天第一次結兵 削下至2000年以來冬季第四組的紀錄 據韓聯社報導 今年漢江結兵時間 比起往年的1月10日提早16日 因為天氣溫暖 漢江已13年沒有出現風動現象 今年創下至1906年開始觀察後的第9次紀錄 韓國氣象廳表示 針對近5年漢江風動前5天的首爾氣溫分析 首爾市最低溫度連續5天降至零下10攝氏度 最高溫度降至零下時 漢江就會出現風動現象 有分析發現 今年漢江結兵速度較往年快 對於往年結兵日期延遲的原因 專家初估是全球暖化和80年代的漢江開發項目 導致冬季氣溫升高及漢江水量增加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